德国总理肖茲最近再度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 双方在讨论俄乌战争相关的问题 肖茲12月4号在汉堡就强调说 完全停止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对话 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至于法国总统马克宏到美国国事访问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会针对降低通膨法案进行调整 但是白宫发言人士会指出目前没有打算要修改 而拜登政府的态度这可让欧盟的政要给气坏了 表示将要祭出核弹型的报复措施 美国的保护主义现在也开始让欧美有点分歧 持续恶化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批评降低通膨法案对欧洲带来的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却在记者会上指出 美国不会道歉 不过拜登也指出降低通膨法案不会以欧洲作为代价 并将为了欧洲国家针对法案进行微调 然而白宫发言人尚皮耶随后回应 却与拜登南辕北撤表示不会修改降低通膨法案 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立刻抨击法案是对欧洲工业的威胁 欧盟将采取行动 另外欧盟最大党团发言人 马库斯费博在接受德国柏林城邮报采访时指出 如果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道路上一意孤行 欧盟将不得不把所有酷刑工具摆上台面 而那将会是何无选项 欧盟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也呼吁 欧盟必须在未来几个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并且表示美国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规定 美国保护主义令欧洲盟邦失望 造成美欧分歧加剧 只会使欧洲艰难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记者李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